大家好,这里是西密说电影 今天带大家看一个大叔拥有奇怪的能力 通过读书就能把书里的妖魔鬼怪 金银财宝都召唤出来的故事 墨水星 传说世界上有这么一群人 只要他们大声朗读某本书 就能使书中的情节转为现实 召唤妖魔鬼怪金银财宝 呼风唤雨召唤美女等等 那是无所不能 这群人被称作银舌徒 故事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故事的拦主大柱这些年 带着女儿小花一直东躲西藏 也不知道为什么 躲藏的过程中 傅里两一直在寻找一本 叫做墨水星的书 这天 大柱要带着小花 去一位远方的表姑家赞助 因为他们得到消息 墨水星可能在表姑家藏着 路上小花见到了一个金毛篮子 这些年 无论他们去哪 这个金毛哥都跟在身后 难道这位大哥跟父亲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很快 傅里两来到了表姑家 他们果然在这里 找到了寻遇多年的墨水星 就在这时 一帮怪人突然闯进了屋子 这些怪人长相怪异 而且脸上都刻着字 而大柱似乎认识这帮怪人 就在怪人准备伤害父女娘时 金毛哥及时出现 双手燃起火焰制止了他们 之后 这帮怪人绑着他们来到一个陈寨 陈寨里的人脸上都刻着怪异的文字 不仅如此 连动物身上也都刻着奇怪的文字 而且那些动物们都奇形怪状的 跟书里说的一样 什么带翅膀的猴子 独角的白马 很快一行人见到了陈寨的大boss二旦 通过二旦和大柱的对话 小花终于知道了父亲的秘密 原来大柱就是传说中的银舌族 那时小花还小 大柱在给三岁的小花讲故事时 金意外唤出了墨水心中的两个人物 这两人就是大反派二旦和他的对手金毛哥 金毛哥是个火焰魔法师 地地道道的脑好人 他来到现实世界也依然坚持正义 不但和大反派二旦战斗 不幸的是 因为要平衡两个世界的变化 大柱的老婆掉进了书中的世界 故事说完二旦又发言了 他说这些年一直在寻找银舌 但却只找到一个结巴的半吊子银舌头 所以召唤出来的小弟脸上都刻有字 他的目的是统治人类 需要大量的财富和士兵 于是他丢给大柱一本 《阿里巴巴语四十大道》 威胁大柱朗读其中打开宝库的那一段 人为刀组我为鱼肉 没办法的大柱只能妥协 但随着大柱的朗读声 无数的金币开始不要命地往下砸 二旦捡起地上的金币 满满的都是幸福 很快 书中的阿里巴巴也来到了现实世界 而为了平衡 一个独眼反派掉进了书中的世界 得到巨恶财富的二旦 下令把大柱等人关起来 想让他终身为自己服务 只要有大柱在手 自己统治世界的梦想很容易就能实现了 但二旦没想到 金帽哥早就藏了一本墨水星的序本 他把书借给大柱让他朗读 一时间 陈寨里龙卷风四起 大柱趁乱带着一帮人逃流出去 没过多久 大柱找到了墨水星的原作者 希望他能改写书中的故事 把书中的大反派写死 或者改变他们的性格 这样就可以摆脱麻烦 也可以救出被困在书中的妻子了 而小花也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 他竟然遗传了父亲的奇怪伦理 也能把书中故事变为现实 他把此事告诉了作者老头 但这个糟老头则坏得很 他早就被二旦的手下用大把金币买通了 很快就对可怜的妇女又被二旦抓了起来 二旦逼迫小花召唤出书里的超级大boss 一位拥有魔法的超级大坏蛋隐魔 但这小花的朗读生 突然狂风大作乌云密布 在二旦等人的欢呼声里 大坏蛋隐魔慢慢出现 眼看恶魔将要带来一场世界浩劫 之前结巴的半吊子银蛇勇敢站了出来 他召唤出独角兽和飞猴去对付二旦等人 金毛哥则用火焰魔法制造动漫 而小花也发现就算不按照作者的文字读 也能改变故事的发展 于是他趁机拿着笔在手臂上书写接下来的故事 由于地球上魔法能量不足 隐魔逐渐哭亡 而他临死前 把自己的小弟们全部带走了 世界恢复了平静 一切回归了原来的样子 就这样 一个无敌的怪物和一帮大反派被小花轻轻松松写死了 影片最后 大只的妻子也被解救出来 一家人开心地拥抱在一起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 如果你誓引蛇足 你最想读哪一本书 召唤出什么东西呢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下一次见